大家好 在前面我们学习了那个类的形式 用函数模拟类来继承 今天我们就开始丰满一下 丰满一下就是说 给它加一些属性的方法来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小案例 这是今天的目的 在学习之前的话 我们有一个字顶 需要补充一下就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construct 就是构造器的问题 我们来看质量代码 质量代码就是function 把p搞一个函数出来 然后呢我们再搞一个c的函数 这是这样的 如果要实行计程前面我们学的呢 就是这个c.prototype 你把它给直接负为p.prototype 或者new一个p都可以 是不是 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弄成功了 弄成功了之后 我们就检查一下这个c的燃型对象 的那个construct 它变成了什么呢 变成了p 然而也很简单 是不是 因为你负了一个p.prototype 而p的燃型对象 它的那个construct呢 就等于p本身 是这样的是不是 但是这个地方回忆一下 我们前面学的燃型链 因为c的燃型对象的话 它的内部有construct的属性 它的属性应该是指向c的 你这样改了之后呢 它就导致不准确是不是 当然这个不准确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前面我们的学习的话 基本上问题不大 为什么呢 因为像instance of 这种东西都不影响 是不是 而且construct呢 你经常也很少用 如果你不用的话 你这样不改呢 也没什么问题 但是为了统一是不是 我们都把它改上 所以说 如果你通过那个内的方式 来继承的话呢 如果你改了它的软型 那么下一行代码 紧接着就要把它的构造器 就是把软型对象的构造器呢 要恢复过来 这个是要一定要记住的啊 你这个要形成一个本能样啊 这是这个 那么说了这个呢 之后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object.create那个方法呢 它会不会帮我们把它改过来 是不是啊 我们可以测试一下 为了干净的话呢 我们就创建一个新的 您的影响它 是不是啊 比方 pp 一个函数 放个形 cc 一个函数 然后呢 cc 点 prototype 等object.create pp 点 这个地方传的是 ppp的 prototype 而不是 pp啊 pp 点 prototype 好回车 回车 回车之后呢 我们还是检查一下 prottyp这个东西 你会发现它变成一个object 是不是啊 也就是说 说那个 object.create 这个方法呢 帮我们实现了继承 但是它也没有帮我们把那个 软型对象呢 帮我们修正过来 就是这个地方要注意的啊 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把我们的代码呢 丰满一下 谢谢一个小案例 是不是啊 比方形 person 经理一个负类 然后呢 经理完毕 是不是啊 经理完毕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给负类 添加一些 东西 是不是啊 比方让我们在软型里面经营 比方说 work 是不是啊 eat 等等这些方法 是不是啊 点 prototype 点eat 当然那个sublime 那个冰激器呢 它有个prototype 然后有个可以会计的冰写的 比方说 我们在这里输一个prototype啊 啊 person 点那个eat 我们在这里就写上concel 点log eating 这样写上就可以了 啊 这样写上一个方法 当然你也可以写上 比方说给它加一个 在这个地方 没写的 person 点prototype 点什么呢 比方让我们前面说了 它的count等于1 加上这个属性啊 这个东西呢 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啊 说到这里 可能有的同学就会产生一些问题 因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呢 有 有这么几个情况 我通过图来说明啊 这个地方要解释一下 第一个什么呢 这里有一个person的一个对象 因为函数也是个对象嘛 是不是 好 我们把它写成pperson 然后呢 你通过这个p 6的一个对象出来 比方说我们叫p1 然后这个函数本身呢 也有一个软型对象 他们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啊 prototype 指向过来 三者关系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首先我们跟加法这种 或者是一下吧这种 以类为基础的那种 静态语言啊 来说类比一下 这个东西呢 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类 然后如果你 但是呢 在GS里面它是一个对象是不是 所以你可以给它添加一个方法 别人叫做sm静态方法 那就这个sm对于这个p1来说的话呢 因为你把它类比为加法的话呢 这个p1就是这个类的一个对象 是不是 所以这个sm这个方法对于p1来看的话呢 因为它是p1的sm 所以的话呢 这个sm对于它来这个静态方法 是不是这样的 这是其一 其二是什么呢 然后这个地方p1呢 你也可以6元里面有些成然 比方说叫做name 这个成然是怎么创建的 是 就是在你那个person函数里面 内部你写个nase 点内幕 这样创建出来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这个内幕的话呢 如果你再6一个对象 比方说叫做p2 那么这里面也有个内幕 你改变p1的内幕跟p2是没有关系的 互相不影响 是不是 这个东西就很类似的加法 或者是下方里面那个实力成员 两个对象的实力成员 互相是不影响的 是不是 但是关键是这个地方啊 这个他也是个对象 然后里面你添加了一些成员的话呢 这个成员是被这两个对象所共享的 因为他里面都有一个pro pro的p指向他 是不是 而这个东西呢 在那个加法里面就没有一个直接的对比 为什么呢 因为从中在看的话 他还是一个实力的成员 只不过呢 是被两个对象共享的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 站在结实角度的话 主要是采取的 用的是一种审内层的方式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写 写内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一般是把 比方说有一些属性有默认值的就放在这里 用两个对象共享就不会存在什么问题 是不是 然后把方法呢就放在这里 用方法对对对象来说都是一样的 是不是 所以这是JS的一种写法 如果你是想像这样内幕的话呢 是两个对象独有的话呢 你就在这里写 比方说内屎顶内 等等等等 是这样的一种写法 这三个对象之间的关系呢 一定要搞清楚啊 就是这个要说明一下 好吧 这个了解了之后呢 我们就继续玩上我们的代码 好吧 负类我们就展示心形这么多 创建出来 接下来我们就创建一个子类 比方说我们叫做Program 是写到这里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给Program呢 可以添加一些东西了 是不是 这个地方要注意啊 有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先做出来 我引试给大家看 Program添加一个 比方说Prototype 点Language等于JavaScript 然后Program呢 点Prototype呢 点工作工作的话 我们就写个函数 是不是 然后我们就写个Cons 点Log 然后写个I 比方说写个WritingCode 引什么呢 引这个语音 这个类似点当个位置 好写完是不是啊 好 我们副对象的一些成员 那属性的创建完了 方法也创建完了 指的也创建完了 那么接下来实行继承 实行继承的话是怎么做 Program 它的软型对象 等于利用我们借给它 这是U型的方式 是不是 然后把负的 不是传Person本身 是传Person的软型对象 传过去 就结束了实行的继承 是不是 依照我们刚才说的本能 本能就是这个Program.Prototype 点Construct呢 等于Program本身 也把它修正过来啊 因为这个的 点Creator 它也没有帮我们处理这个问题啊 好 到此的话我们就写完了 写完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测试一下 所以啊 比方说我们创建一个 加法的程序来 6一个Program 好 然后呢 加法它的那个 比方说能能吃呢 当然是可以的 是不是 Eating Ustore 就不用隐私了 那么加法呢 我们就给它设置它的语言 你就发现有点问题了 是不是 在 AGE 我们再输出一下 看能不能把JavaScript输出来 发现输出不出来 这个地方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坑啊 你在继承的时候 三部曲 一定要记住 新负类后子类 马上接下来就创进继承 因为你在新这样写了之后呢 等到这里你就有个等号 是不是 完完全全 把那个软型重写了 重写 所以你前面加的东西都已经消失了 所以我们要把这张代码呢 一定要移到这里来 所以说接下来就是变成了四部曲了 负类子类 继承 然后第四部 就是给子类的东西呢 停加成了 一定要放在后面 是不是 刚才前面我们已经演示了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再刷新测试一下 负业Language 负业的加法程序栏等 6一个Program 然后加法的那个EAT 测试下还在是不是 然后加法的那个语言 我们回测 是有的是不是 然后我们就把它改成 比方说如银 改成加法 然后我们就调用一下加法 它的在工作 等等这些东西 这个都是一切正常的 试不出 把它记住就行了 关上这个地方 我们就没有隐私 隐私这个地方 类似的内幕 这个留给大家 先思考一下 后面我们再会说这个问题 比方说类似的内幕 我们的内幕加进来 那怎么弄呢 这是这个地方 今天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